哈喽,各位花园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春天养多肉的知识 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花园朋友养的多肉植物 会出现越来越小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多肉植物被你养得越来越小 原因有以下这几种 第一种就是因为过分的空型 长时间的不浇税 导致它的叶片直接萎缩 过分的萎缩 所以从外形上来看你会觉得它怎么都变小了 那第二种就是土壤 颗粒占比太多了 根系长不壮 都是一些毛细根 所以这个时候碌碌的叶片也是长不壮 长不大,长不肥的 那第三点也就是今天讲到的重点 就是该施肥的时候不施肥 所以你想让你的多肉植物大一圈的话 我们一定要赶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正常我们是出完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给多肉植物施肥了 大家看我这一大盆火福利 就是你看前面的这些都是心脏 它是需要肥力的 没有肥力的话它就长不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 给它施肥 现在的施肥产品用法也很简单 像我们比较平时都看得到的 像这种颗粒肥 就是缓湿颗粒肥 控湿颗粒肥 我们都可以用 只要轻轻地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撒几勺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你也可以浅埋在土里面也可以撒 在表面也可以都可以 那么在叶片上面 我们就可以用液体肥来喷叶子的表面 让叶子的表面更有光泽 更加的细腻看上去 不会灰萌萌的 所以咱们施肥要施得对 要施得恰到好处 所以平时我自己是这么用的 土的里面我就撒一些颗粒肥 那叶子上 我每次给多罗珠浇学的时候 我都会在它的叶子上 喷一些这个液体肥 增加叶子的光泽度 这个方法分享给你们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